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巨鞋仔仔频道,我是鞋仔 今天要来说一个女孩利用野蛮八道 来掩盖自己脆弱心灵的故事 我的野蛮女友 千牛的父母一直想要有个女儿 但上帝赐给她们的,是个带有GG的男孩 所以从小便把千牛当女孩般带大 而千牛更易度以为 GG会随着年纪增长,而消失不见 但却刚好相反 长大后的千牛,虽既成了爸妈的充会头脑 但由于不努力导致四年来考试卷只增加了四分 更常常被妈妈追着打 25岁后的她,还是照样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遇见了一位令她人生从此改变的一名女孩 这天千牛如往常般,懒散地走到月台 却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位披头散发越过黄线的女孩 此时街运真步步逼近,再紧要关头 便上前拉了女孩一把 而这女孩正是千牛的理想型 但却对她没半点感觉 原因很简单 因为酗酒的女孩让千牛觉得无比反感 后来看见一名假发男,站着没位子坐 女孩立即对坐着的粉红男,动出了起来 对她说,以后不准穿粉红色习惯 不久,经见女孩把呕吐物 沿了进去又吐出来后,便晕了过去 千牛此时把上衣脱了 并帮假发男,抹去身上的呕吐物 到站后,原本想把女孩扔在月台的椅子上 就不管了 但过不了两行那一关 最后还是把女孩背到了附近的小旅店 付过定睛后,便到浴室洗个热水澡 才刚要擦拭身体时 却被警方吐气零件 以为正进行不当交易 你懂的 书间后,女孩从警方口供里得到了千牛的电话号码 便打过去直接大骂道 哼,就是你在旅馆用棍棒对着老娘对吧 马上给我滚过来解释清楚 之后到了间快餐店 女孩不允许千牛点可乐 自己点了两杯咖啡后 便坐下来听着千牛微微道来 接着二人又来到了一间餐馆 坐下后,女孩一脸不爽的把菜单丢给千牛骂道 谁遵你点泡菜汤的 随后点了两杯烧酒 不久又跟隔壁坐着大叔大吵了起来 回到座位上 倒出了自己刚失恋,哭了起来 更把千牛借给他擦皮梯的手帕站为己有 喝不到几杯头就倒在了座纸上 千牛再次把女孩背到了同样的旅馆 看着女孩像个婴儿伴手睡着 千牛决定了治愈女孩的创伤 旧情后的女孩 把千牛当丫鬟伴使唤 千牛迟迟迟对女孩说 我看过你身份上其实你比我小一岁 麻烦你对我放重重点 女孩接着说 好吧,那就像朋友般说话吧 第二天,千牛在教室里打瞌睡 女孩迟迟对老师说 乖了千牛的肿,要去做人流的理由 成功骗过老师 并让千牛翘课 陪自己到游乐场玩奔猪条 女孩是个想象力丰富 梦想是成为出色变剧 这天把写好的故事大纲 递给了千牛过目 主人公是来自未来2137年的黑超女 一群坏人绑架了黑超女的情人来到了2001 为了救情人 黑超女通过时间机器 回到了现在 最后成功救出绑在铁链上的男友 并连同男友一起把最后一个坏人干掉 随后二人来到了海边 展开了第二部剧情 这次来到了古代 主人公是个赏金猎人 反派是个用一刀就被解决掉的男人 最后反派被主人公一根食指推倒在地 读完剧本 女孩又再次脑洞大开 把千牛推进水里再救起来 目的是想试探海水到底有多深 晚上千牛收到了女孩的电邮 说自己过两天成日 希望千牛能让她笑开怀 否则后果自负 两天后 千牛带着女孩到了已打烊的游乐场 却遇见了一名逃兵 为了自己马子跟同类跑路了 甚至家里的狗也抛上了外面的母狗跑了 严重受到打击的他 决定把枪放到嘴里 了结这一切 最后女孩说了他几句 老兄啊 只不过是马子和母狗跑路罢了 爱他就放手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一个已不再爱你的人死残烂打 根本就不是爱 别再耗下去了 滚回兵营多多学习什么是爱吧 说完 夜里的天空 瞬间被千牛 事前准备着烟火点亮了起来 第二天 女孩夜了千牛到一间餐厅见面 再次丢出剧本让千牛过目 这次的剧本是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男主公和女主公是个青梅竹马的情侣 在你为我我为你的肉麻画面后 天空觉得恶心 下起了大雨惩罚恶人 第二天 女主公得了重感冒 因家里没钱一只就这样离开了 但女主公有个特别要求 就是在她买账的那一天 将她青梅竹马的爱人 也一起火买 女孩吩咐千牛把剧本交给电影公司 可惜的是 最终却是不了了之 这天在无聊的车厢里 女孩想到了个桥点子 进来的人左脚先跨过红线的就我赢 右脚先跨过红线的算你赢 输了当中被我刮脸 就在这时 正在进行不潮的一群士兵 全都是左脚先跨过红线 可想而知 这乡内此时成了千牛的惨叫声 在一个烟羊挂躁的下午 女孩又出了个鬼主意 我说啊 穿高跟鞋真是女人的噩梦 身高和你差不多 脚应该也差不多 我习惯考试时不爱穿内裤 不如我们交换鞋穿 你穿高跟鞋在草场上追我 千牛就这样拐着脚步奔向女孩 却站不稳 在一众棒球员面前摔着四脚朝天 数天后女孩来了电话说 明天就是我们认识一百天祭奠日了 给我穿上你以前的校服 然后到我学校礼堂来 当中送我一朵玫瑰花 随后二人想再次体验高中生活的乐趣 便晃上了高中时的校服 到了午庭热舞 后来女孩再次喝水 千牛也是把女孩送回家里 女孩把觉得千牛不务正业 便趁其叫千牛别再与女孩来往后倒下了 回复自由神的千牛 到了酒吧泡妞 但上了洗手间 才知道自己泡的根本不是妞 而是和自己一样拥有雄伟宝物的人类 吓了一跳后收到了女孩的电话 叫她七点钟前滚来咖啡厅 坐下喝着千牛点了杯咖啡 女孩却说你现在可以点可乐了 趁女孩上了洗手间洗把脸 千牛对相亲男说了想要跟女孩交往 就得遵守死相规则 一,不要打算让她温柔一点 二,不要给她喝三杯以上 三,咖啡馆里一定要喝咖啡 四,如果她打你一定要装作很痛的样子 五,认识后的一百天纪念日 一定要去她班上送朵玫瑰花 六,一定要去学会极箭和壁球 七,要有蹲监狱的思想准备 八,如果她的鞋穿就不舒服 就要和她换鞋穿 九,当她生日时要为她准备惊喜 最后她喜欢写作 要好好鼓励她 听完后女孩立刻奔向月台 却看不见千牛 人海茫茫 女孩望着指示板 说明烈色还没到达 于是奔向月台广播室 命令千牛赶快来广播间 千牛时时听见了女孩的呼叫声 便往广播间奔去 最后却吃了女孩的一拳 输入后女孩立了千牛 在一颗大树下见面 把之前写好的信 放进了玩具袋里买了起来 说好两年后 再倒回来把信拆开 就能知道对方的心意 之后女孩叫千牛过到对面那座山 并大声地喊道 对不起千牛 一直以为我与众不同 但其实我只是个无助的女孩 谢谢你包容我的野蛮与八道 二人就这样随着火车地离开 展开了暂时分手性生活 分手后的千牛变得不再一样 开始积极努力地学习各项技能 包括必求游泳技检 无尽的思念令千牛把和女孩曾经有趣的过往 写成了剧本 并成功获得赞助上投资拍成了电影 替女孩实现了她许久未完成的梦想 两年后的千牛没等到女孩的到来 拆开信封后得知女孩 原本只想在千牛身上 找到死去男友的影子 要求千牛做的 也都是死去男友曾经为她做过的一切 会来到这棵树下买下彼此前的秘密 也是因为这里是女孩和死去男友约定将来的地点 但相处久了 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千牛 心里依然放不下死去男友 先遮离开 利用两年的时间 把死去的男友忘掉 不知不觉一年又过去了 女孩终于把一头纸发烫成的卷发来到了树下 读过千牛的信后 并和坐在树下的老婆闲聊了起来 才得知这棵树一年前被闪电击中 击沉了两半 千牛把女孩会难过 便又中了一颗一模一样的树 女孩终于被千牛的举动感动 决定放下过去 迎接美好的未来 这些女孩正感觉探望死去男友的妈妈 而这位妈妈也是千牛的姑妈 而她也不再像三年前般任性 在等待接运的过程 站到了黄线前面 千牛时时也正感觉父姑妈的约 就这样缘分再次把离别的两人重新迁到了一起 看完这个故事我想说 真的不要对任何人乱下评论 有时候露出的本性 可能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内心 不愿让人看见得像爸爸了 好了喜欢的话就按个赞分享出去 订阅鞋载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的新频通知哦 下个视频再见吧